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在暗黑騎士的這個武器挑選的一些規則裡面 跟一些經驗裡面 很多人會去挑選所謂的黑焰之劍 來作為他的一把不壞刀 但是因為現在黑焰之劍的這個價格非常非常高 那也因此很多玩家他在詢問說能不能有其他的刀去替代黑焰之劍 那我們都知道黑焰之劍其實是具備的不壞 然後跟可以打不死系的這個特性 今天呢我們就來實測幾把刀給大家來做一個判斷 那第一個武器我們用的是九魔短 然後再來是九水短、九鎖魄跟九黑焰 雖然說在這些武器裡面只有黑焰算是一把比較萬用的刀 但是黑焰的表現不是所有的武器裡面是最好的 那他當然也有一些缺點 那如果說你的預算呢 買不了那麼好的武器的話 大家可以去參考我們下面做的這個測試 那首先呢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傷害測試 就是去打蜂木村旁邊的這個木人來測試這個傷害 那從下面這張圖呢 你可以看到說標色紅字的部分是他的這個最大傷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先看到以最大傷來說 確實是九黑焰來得高 那平均傷害呢也是黑焰來得高 但是以整個整體的傷害我們看到最下面的DPS 那DPS就代表的是這把武器他的每秒的這個傷害值 我們可以看到黑焰之劍跟水短這兩把可以說是並駕齊驅的 那為什麼水短最大傷比黑焰之劍低的情況下 他還可以打出這樣子的效果 主要原因是因為水短他的攻速快 那最後也就是彌補了這整體的這個傷害 水短的這個傷害速度不會比黑焰來得差 好那畢竟打不死系怪還是要考慮到他這個本身的武器本身對不死系的加成 所以呢下面我們就實際來到這個愛爾摩的戰場 好來看一下這個實際上這些武器打起來的這個效果是怎麼樣 好那下面這邊小兵測試的方式呢是用平均攻擊的這個刀數 那測試的怪物每一隻都打十隻以上 好每隻都打十隻以上然後把這個刀數來做一個平均 那我們這一次測試的怪物有 愛爾摩士兵還有將軍還有法師這三隻 那測試的武器跟剛才一樣都是四把 好那下面這張圖片就是我們測試的一個結果 可以看出紅字的部分黑焰似乎是佔了絕大多數的這個優勢 但是我們也可以同時看到水短 水短的話基本上他打將軍跟法師的部分其實跟黑焰是一樣的 但是水短的攻速呢他可以說是彌補了黑焰的這個傷害差距 所以水短基本上我覺得他還是一把算是比較勝出的一把武器 因為水短的價格相對於黑焰來講並沒有那麼的貴 那在黑焰價格高漲的情況下他幾乎可以買兩把水短 那當然這個每個伺服器是不同的價格 有些伺服器的水短已經被炒高了 那如果是在這個情況的話呢建議大家就先不要去入手 那如果說你要拿的是比較便宜的刀的話 我建議你鎖破也是一把不錯的刀喔 他的這個傷害雖然不是最高 但是基本上你要買到九鎖破通常是千鑽以內就可以買到 而且他的表現喔其實也不差喔 甚至是更勝於這個魔短 那這個的話千鑽以內想要買到一把好的這個不死刀的話 鎖破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以上的測試就是關於這一個暗黑騎士在打不死系怪物的時候所裝備的刀 哪一把CP值比較高 這兩個表格裡面已經可以讓大家去做一個比較清楚的判斷了 那如果說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也歡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小編知道 或者是說你想要測試什麼樣的武器 那這一些小編身上有的武器可以幫到你的話呢 你也可以跟小編來留個言讓小編知道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有這樣的需求的話呢 小編再測試再告訴你一個結果 好那這一段影片呢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呢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訂閱加分享 按讚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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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